这栋豪宅坐落在信义区精华地段 过个马路就是台北101 现在市场有传言传出 郭台铭夫人曾欣盈 在这里一次卖了两户 豪宅外头保全戒备森严 睽違三年半出现女富豪碰着 总价约6.2亿元现金买下这个建案 同层两户配备四个车位的豪宅 让人折舌的是 传出豪宅一个车位就要价925万元 刷新台北市最贵记录 等同两户豪宅的四个车位 就要花3700万元 几乎比一般台北市住宅都还高 可以说是车住的比人好 台北市高档豪宅交易热络 今年上半年来 已经有18件豪宅交易单价 超过每瓶200万元大关 比去年增加5成 共有7栋豪宅入榜 其中以西华富邦6件最多 新一联情4件位居第二 首席公馆两件成交单瓶245万元 每瓶单价是200万元豪宅俱乐部的前三贵 为何买家会向中这个建案 专家这样分析 其实他这一次购置的航行水位 也属于这个社区合理的一个价码 当然他也有一定的名气 都会让他的这些物件上面 除了自助之外 可能在投资的价值性上 也有一定的彰显 富豪杂钱买房不熟 都让顶级豪宅住的舒适 又兼具投资价值 也让民众羡慕不已 明星5无人于公众议 台北采访报导